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我家的地让我熟识的啊 那都能照镜子 你知道吗 什么啊 老爷们不该干这活 我告诉你 好老爷们 啥活都干 哎呀 这收拾收拾 哎呀 这起码看着他也立正啊 是不是 哎 小川啊 我刚才听着动人就像是你 还真是你 进来吧 来 经理 等一下我这个东西啊 进来 哎哎哎哎 好嘞 经理 哎呀 头皮来我们家 不用客气啊 来来来来 坐下 哎呀 你说你 看我就看我呗 还拿什么东西啊 经理 不是东西 啊 不是 不是 经理啊 经理啊 这个不是东西 那不是东西那是啥呀 垃圾 垃圾啊 哈哈哈哈 啊 小川啊 哎 你说你这个平时工作干的挺好的 啊 很诚实的孩子 这怎么开始编瞎话了呢 啊 经理 我没编瞎话啊 你没编瞎话啊 你说你给我来送礼 然后我打开一看 里边是垃圾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知道不 站好了 不是 小川 你说咱俩同事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了解我吗 了解 你今天来我这干什么来了 经理 你不是落枕了吗 我媳妇让我来看看你 你媳妇是经理 还我是经理啊 我媳妇是经理 不是 那个你不如我媳妇 不是 那个我媳妇 还行了 别说了 你走吧 你个奇管炎呢 你真给我们男人丢人 经理 我走了啊 走走走走走 我回来 又咋的了 这个 你这个东西啊 还得给我留下啊 哎呀 经理 啊 他真是垃圾 你个奇管炎 他就是垃圾 你也得给我留下 你看啊 你这么怕媳妇的一个人 嗯 然后呢 你媳妇呢 让你来给我送礼 然后呢 这个礼呢 你再没送出去 那你不得回去备嵂队啊 啊 Chow 贵榴呢 至于吗 你也真是 哦呃 哎呃 哎呃 诶 这么的吧 我呢给你五百块钱 然后这东西就算是我买的 回去呢你跟你媳妇也好交代 你走吧 经理 这个东西不能给你 不是你不给我 你带我儿来干嘛 这不是刚才在门口 你把我喊进来的吗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不对呀 哪有那么巧的事 你拎着东西 在我门口晃悠 然后呢你进来以后 说这东西 它不是送给我的 谁信呢 不说实话 经理我怎么回事 经理我 不说 经理 我这东西是给我老丈人的 他就住酒楼 就稀罕这个味 你说你就没得跟他抢啊 我不跟他抢 你别听了 我不抢 你不抢了 我不抢了 那你还要吗 我不要了 经理我走了 你别走啊 经理 你怎么出尔反尔啊 来来来 过来 这么带 我给你老家儿拿点东西 看什么 这个 攀长味酒 好喝 不上头 哎呀 这儿呢 还有你嫂子 早上买的橘子 可新鲜了 对了 还有 这是老家拿来的木耳 纯天然 绿色食品 哎 拿着 给老丈人拿去吧 经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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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敢要 经理 瞧不起我呀你 不敢 那我也 不能要 你不要是吧 那你那东西我要了 要 要 我真能要 好吧 经理 我替我老丈人 谢谢你了 好好好 哎呀 来 小心点 经理再见 再见 哎呀 这叫啥事啊 本来是我来看经理的 别看经理看我老丈人了 姐妹 哎 姐妹你看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不等我就想先进去 刚才啊 刚才就买这个 这个呀 这个能送出去吗 哎呀 就这个攀长归酒啊 还不错 剪了还没放你 给我放你 哎呀 媳妇不是 不是我就纳了闷了 你说你咋啥都整不明白呢 啊 这盒啊 这盒 就这盒海鲜还凑合 不是啊 媳妇 这可不是海鲜呢 这是垃圾 哎呀 会憋瞎话 知道说送海鲜 人家不能收 挺有进步呀 谁呀 媳妇啊 一会儿进去 你可千万别无法长江的 放心吧 我一会儿 一定会让你看到一个 淑女的我 哎 哈哈哈哈 这谁呀这是 这是我媳妇 是我是她媳妇 我叫大美丽 啊 弟妹啊 哎 那那那那坐吧 哎 哎 哎 经理 这不听说您瘫痪了吗 啊 这个 局部瘫痪 局部 啊 啥 还脑血酸呢 经理 牛的脑血酸了 哎呀经理 你赶紧坐下经理 我们也没什么事 就是来看看您 给您带了点小礼物 放下 哈哈哈哈 不是 经理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啊 那可真是不一般 你就说这个 橙子吧 她为什么这么小 为什么这么小 为什么 因为她这个种子 她上过太空 她是个太空城啊 而且经理 这个橙子的玉力 非常好 预示着您 心想是城 城市不足 败事有 啊 鱼 鱼得水 水到其成啊 哈哈哈哈 哎呀 您再看这个 攀掌贵酒 话说这个酒 在三千五百 两千 五百年前 慈禧太后 到了人家 过生日的时候 咸龙皇帝 亲手送给他的酒 那这俩是离的 他也远吧 是啊 远亲不如近邻 那弟妹 那要按你这说法 那这末尔 那就更有来力了 经理啊 这末尔啊 啊 好耀眼的末尔 经理 这个末尔 它必须生长在 昆仑山脉 天山之巅 要想踩到它 你必须要登上 竹木朗 马 竹木朗 马 哎呀 只有这样 您才能踩到它 你说那是雪莲吗 是啊 没有雪莲的白 怎么能趁多出 沫尔的黑呢 算我多说寡闻了 媳妇 那些东西都是 领导送给咱的 是啊 都是领导送给咱的 咱的 那能差得了吗 我要知道这经理送给咱的 我就把词整得再硬点了 是吧经理 哎呀 送给我爸的 是另外一盒 这盒是送给您的 啊 经理 您就慢慢品吧 这个能治好您的病 啊 好好好 哎呀 那我就品一品 这里边没有钱吧 我跟你俩说好啊 一会我打开之后 如果里边有钱 那你俩就犯错误了 小川 你给我走着瞧 经理 那个 那那您还是别开了吧 你不是送给我的吗 这是送给我 爸爸的 啊 送给你爸爸的 不是另外一箱吗 这个就是另外一箱 哎 我就喜欢这另外一箱 经理 哎呀 呀 妈 垃圾 垃圾 哎 经理 是垃圾 哎 经理是垃圾 哎 你在什么 别放钱 别放钱 哎 你是垃圾 小川 啊 我在你们两口的心里边 就是垃圾吗 经理啊 你别生气 你误会了 这箱垃圾 是刚才我在楼道里 拾得起来的 我刚刚去扔 你就把我喊进屋 这不误会了吗 哎 你让开 这钱是怎么回事 啊 出门的时候不是给你七百吗 两百块钱吗 你行了 你后面 经理 这五百块钱是你的 你们今天来给我送礼 无非就是想走捷径嘛 我告诉你们啊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捷径可走 我们共事这么多年 你还不了解我吗 只要你脚踏实地的干 就不怕 没有前途 行行行 那个 我今天给您添麻烦了 我两口给您收拾收拾 我俩就回去 好好好 把这些东西 这些酒和这些东西 都给你老张儿拿去吧 不行不行 不合适 拿着 拿着吧 谢谢经理 谢谢经理 太丰盛了 走 再见 再见 哎呀 对小川 你给我站住 哎 不是 经理 你又干啥呀 刚才那五百块钱 那是我的 你还给我呀 哎呀呀 经理 你说这 那我得叫啥事 啥事 你嫂子要是知道 我这月开工资 少了五百块钱 那我就得贵榴莲了 妈呀 经理 你跟我一个待遇 那可不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